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有着晶片代工之王称号的台积电,一直顺风顺水。 这家全球最大规模的晶片制造商日前公布的第三季度业绩全线超预期,其股价10月创下历史新高,并且提高了2024年营收增速目标。 台积电的最新业绩可谓大幅强化了AI热潮仍然如火如荼的这一投资观点,AI晶片需求仍无比火爆。 谈到市场对于AI晶片的需求时,台积电掌舵者魏哲嘉在业绩会议上表示,AI晶片需求前景非常乐观,并强调台积电客户们对于CoOS先进封装的需求远超公司供给。 台积电管理层预计,该公司全年营收将增长近30%,超过20%至25%的分析师普遍预期,以及该公司上季度给出的预期。 管理层还预计,包含辉达AIGPU、博通AISIC等广泛的AI晶片在内,今年台积电的资料中心人工智慧伺服器晶片的相关营收将增加两倍以上。 在此背景之下,随着全球三大晶片制造商,台积电、英特尔以及三星,在晶片与科学法案支持下同意在美国新建大型晶片厂,晶片制造回流美国的步伐可能越来越快。 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的统计资料,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中的份额,已从1990年一度达到的37%,下降到2020年的仅仅12%,美国前总统川普以及现总统拜登,都将晶片制造回流美国作为任期内的重要任务。 美国政府在2022年通过晶片法案,该法案力争帮助晶片公司在美国建造更多的晶片工厂。 法案的最终目的则在于将美国再一次打造为晶片制造最强国,加速实现美国政府所期望的晶片制造回流美国。 在晶片与科学法案支持之下,台积电在美国的晶片工厂建设有望获得高达66亿美元的政府补贴以及50亿美元的特殊贷款辅助,外加25%的税收抵免。 这些资金将全面用于在美国亚利桑大洲建设三座大型晶片制造工厂。 目前第一座工厂已经开始早期晶片制造,不过台积电的这些补贴和政府支持措施与晶片法案对于包括三星、英特尔以及美光在内的其他晶片公司能够获取的政府补贴与支持一样,尚未最终落地。 这些补贴和支持措施仍需经过美国政府进一步的审查和批准,尚未正式到位。 这家晶片制造巨头最初计划在2024年初期,推动位于美国亚利桑大洲的第一家工厂全面投产,但此后由于劳工问题不断出现,将全面投产的目标推迟到2025年。 后来,该公司将第二座美国晶片工厂的开工日期从最初预测的2026年推迟到2027年或2028年。 由此可见,其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工厂建设可谓极其艰难,因为台积电一开始甚至无法找到足够的技术人员来安装先进的晶片制造设备,工人们也在安全和人员管理问题上苦苦挣扎。 这在当时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台积电可能无法像在台湾那样高效率地在美国制造晶片。 好在台积电曾在去年年底与美国建筑工会达成协议。 另外,对于台积电美国工厂来说,任何可用的晶片比例提升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该晶片巨头历来将最先进以及最高效的晶片制造工厂设立在台湾。 台积电美国分公司的总裁Rick Cassidy在一次10月底的网络研讨会上告诉所有听众,在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晶片工厂所生产的晶片中,可用晶片的比例比台湾的同类型工厂高出约4个百分点。 可用晶片比例,在业内也被称作晶片良率,是晶片制造行业的一项最关键指标,因为它决定了一家晶片公司是否能够承担晶片制造工厂所带来的巨大成本。 晶片良率是衡量制造过程中生产出可用晶片的比率,这一指标是评估晶片制造效率的关键因素。 良率直接影响到晶片工厂的经济效益,因为它决定了从每片晶圆中能够生产出多少符合正式商用标准的晶片。 具体来说,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工厂的早期晶片制造活动中,良率甚至比台湾的类似工厂高出4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 因为良率的提高,意味着更多晶片可以达到商用标准,且能够帮助晶片工厂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全面提升盈利能力。 这一突破性的成就,可谓是美国政府为重振美国本土的晶片制造业,以及推动晶片制造回流美国所做努力取得进展的历史性标志。 毕竟,台积电是辉达、AMD、博通以及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巨头的最核心晶片代工合作伙伴,可谓掌握着整个美国科技行业的几乎所有晶片产量。 随着台积电美国工厂的晶片良率取得重大突破,且制成工艺为4奈米级别这一当前台积电的最高阶工艺之一。 其先进程度仅次于3奈米级别,晶片制造回流美国似乎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据媒体报道,台积电官方发言人拒绝直接评论Rick Cassidy所发表的最新言论,并且提到了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10月下旬在与投资者们通话时的言论。 他们在美国的第一座晶片制造工厂于4月开始进行工程晶圆生产,采用4奈米晶片制成工艺来制造晶片产品,结果非常令人满意,早期的产量非常不错。 台积电掌舵人魏哲嘉当时在投资者会议上表示,对于台积电和他们的客户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经营里程碑,展示了台积电无比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执行力。 相比于台积电美国工厂所取得的早期积极进展,另外两家同样处于拜登政府晶片科技战略核心的全球顶级晶片制造商英特尔以及三星, 近几个月以来在美国的晶片工厂建设进程一直处于苦苦挣扎的负面状态。 英特尔堪称晶片法案的最大受益者所获得的补贴与政府贷款均位列获得法案支持的全球晶片公司之首, 英特尔将获得高达85亿美元的政府补贴以及多达110亿美元的特殊贷款支持。 然而现在正面临严重的财务压力,以至于英特尔推迟了全球晶片工厂建设进程,并考虑出售一部分资产。 Rick Cassidy在这场会议上还补充表示,台积电现在可能热衷于进一步扩大其在美国的晶片制造业务, 部分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会提供更多的支持措施。 他引用了华盛顿关于第二部晶片法案的早期对话,并表示凤凰城综合体至少有六座晶圆厂的空间。 董事长魏哲嘉在10月的业绩会议中对美国的推动表示乐观。 他们现在预计,他们第一座晶片制造工厂的量产将在2025年初开始, 他们有信心在亚利桑纳州的晶片工厂提供与台湾晶片工厂相同水平的制造工艺和可靠性。 总体来看,这家总部位于台湾的晶片制造巨头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纳州的第一家晶片工厂, 除了实现早期可用晶片生产产量,该工厂早期生产制造的晶片产品良率还取得重大进展, 甚至其晶片良率超过了台湾的类似规模与类似晶片制成工厂。 这对于最初因延期和工人冲突而受阻的美国晶片制造扩张专案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